纳笔 起笔的话 长方起笔 稍微轻轻顿笔 向右下方边形边按 到波角处的时候 顿笔之后 有粗道细 至于这个收笔的时候 是水平方向 收笔的 前面 斜下来 有细道粗 到这个地方 顿完之后 有粗道细 这个有时候也可以 稍微向上斜点 但是不过多 纳笔的起笔 也可以用路方起笔 顿 大字 横跨起笔是在横中线上起笔 向右上方斜行笔 多写点 收笔 撇的起笔是挨着树中线 交叉简易横的中间 交叉 用竖撇 向下垂直 有粗道细的过程 最容易是把这个撇直接写 写过来写都不好看了 先垂直向下 然后再 向左撇出去 纳笔的起笔 应该在撇和横交叉点的下方 偏下一点点 顿 这边留一点空间 横要短 不要太长 要斜的角度 要大一点 正纳 正纳的起笔的时候 要长风 逆风起笔 然后顿一下 向右上方稍微斜 然后再向右下方有细到粗 到剥脚处的地方顿笔 边形边提 有粗到细 收笔 注意这个地方 先向上斜一点点 然后再向下 分成三段的话 分成三段的话 到这边 再向上 这个地方不可太长 不可太大 有细到粗 到末端的时候 断笔 慢慢把笔 慢慢把笔有粗到细 慢慢把笔有粗到细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提 顿笔 然后再有粗到细 这个粗细 粗细 只有它这样子细的 跟它粗的对比 还有变化 注意 收笔的地方 你这个地方要紧一点 再另一笔 钻 前后 前收 后放 后面那个可以大点 前面要小点 一定要小 这个点 是在这两个的中间的位置 反了 漏风 入笔 边行 边按 末端的时候 手顿一下 然后 可回 可不回 这个反那鞋的时候 它的长感 是根据 不同的字 不同的时候 它有长感的变化 角度的变化 首先注意 由细到粗 的角度 我下方 下面这个 面不要留弧形 搂风入笔 顿 然后满满 竖笔 向右点 使 撇的旗笔 挨着竖中线 有粗 倒气 不可太长 那笔 尽量 靠 靠 上脸 有细到粗 顿一下 点 挨着皮 斜 横 折 横 细 到这 转到处 顿一下 向左下方 斜一点 树要粗一点 横 起 说粗 横 连 左边 不要连到右边 这边 三个横 坚举 一份箱子 受提 受要细 大量 多一些 顿完之后 要上 右上方 提的时候 要长一点 撇 短 纳长 撇收 纳放 它起笔是在撇的中间片上 长短 是不一样的 竖 提 竖 起笔要粗 下面 要细一点 然后再有粗 倒起 这个提一定要长一点 为什么 要长一点 长一点 拖住这个 反纳 是这个地方 不会显到 竖钩 跟竖的写法一样 绿竖先横 先向右下方 稍微顿比 然后翘成中方向下 垂直行比 到末端的时候 向左 立起来之后 从边缘这条线 往中间去滑行 到 竖的中间位置 然后 一样下去 平推 要达到 内缘外方 这个钩 基本上是平的 粗 中间要粗 这段要稍微细一点 竖划要垂直 这个角是在笔画的中间 竖的中间 顿比 然后调整中方向下 右 中方向下 到这边的话 稍微向左来 一旦 往下 再压去 定 横 要用长横 左低 右高 向右上方 斜行比 提 按 回方 回到不要太长 竖钩 写在横 画的中间的位置 至于它的空间 中间的空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